以巴冲突一触即发 美国总统拜登证实 因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突袭 已有14名美国人因此遇害 另有部分美国人遭到劫持 尤其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后 评传虐杀平民的残忍作为 更让拜登痛批这是纯粹邪恶的行为 明确表态将全力支持以色列 并提供必要的防卫军物及相关援助 拜登还警告以色列的对手 不要趁机介入 显然是指支持哈马斯的伊朗 为避免尾巴冲突升温 影响国际安全情势与油价波动 南韩总统尹熙越也指示 包含南韩外交部等相关单位 需做好侨民与旅客的安全评估 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同时严密监控因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守护人民生活 外交部和旅客的安全评估 聪明确表态将冲准准备 预备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 也在日前就以巴局势 和埃及外交部巴勒斯坦事务部长助理乌萨玛通电话 并透过中国外交部声明指出 中方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 呼吁立即停火 这也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 中国官员首次以不点名哈马斯的方式表达谴责 庄社综合报道